最近看了一个video就有一个教授了 前28年的平均工资35 现在的平均工资是6000块钱 35块钱和6000块钱 谁更算有钱呢 如果拿它做购买力评价 35块钱当年比现在6000块钱 购买力高出了20倍 所以35块钱可以养一家人 6000块钱租房子都够呛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巨大差异 它的要点就是其实资本人早说清楚了 就在实质复利率 从2001年到现在到今天 我们两个问题还解决不了 因为资本积累率是负的 就我们不资本积累了 第二件事情实质复利率两位输 介绍一个叫做政府利率 用个叫做Infasion rate去计算的 计算出来都很简单的 物价指数 讲这件事给我的感受就是 钱是越来越不值钱 还有未来每个人成为 平均百万富翁的可能性其实很高 因为到时6000块钱就是购买一个面包 哈哈哈 给人工不上百万 基本上是追不到通胀 我讲这么多 最主要跟大家讲一件事 在香港的生存成本很高 你找完吃之后 你如何去让自己辛苦找下来的钱呢 最主要时间过去仍然变得有价值 这件事就涉及投资 赚了钱 要想办法找一些可以同时间作为朋友的资产去耗 不要说增值先 首先要保值 房地产是其中一样 然后就有越稀缺的东西 例如能源 不可以再生的物资 因为它是稀缺 不可以替代 未来就只会越来越少 我们普通的小子民 就是长鞋 因为它的价值应存在 长鞋也是一个冠军 聪明人懂得在高位出低位入 这个真的很难 而且有很多因素 要学 因为现在这个世代 其实很多资讯都这么透明 学的东西都可以很多 只要你对那样东西有兴趣 学了它 其实有益的